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炎打水桌 刚刚又收到一位广东 一位网友寄过来的这个包裹 咱们打开一下 看今天寄来的是啥 这名字叫谭超祖 手机号我又说了 是一个帅哥 我见了因为 我看他的头像 长得特别帅 也喜欢钱币 钱币啥的 这次寄来的应该也是钱币 这是尺 这也是尺 好嘞 重点在这了 哎呦 这上面东西不能 信息 有何人信息 不能让大家看到 塞起来 这 包的挺严实啊 其实这样包的话 它 不容易熏坏 它的这个 品相 看这个是啥 这个挺搭的 是铜板还是银元啊 银元 半圆龙 两个 两个半圆龙 再看一下啊 这还有 哎 铜钱出来了 这还有啥 家庆 哎呀 这烂了 这不值钱了 这 天启 天启还行 背攻的天启 背户的天启 背户的天启 这个太小了 啊 这个从从镇 从镇背户 两个天启 还有啥 这是银豪 民国18年的 一个银豪 这个银豪 其实挺漂亮的 品相还行 看这个 这里是俩铜钱 红化铜宝 背户 这都是明代钱 哎呀 这骨子都不行了 这个还是天启 这应该是 红化的那个不行 再看另外一个 这这还有啊 哎呀 民国四年的 民国四年的 这个 全部都打开了 刚才啊 哪个摄影师说 不清楚 这样拿的话 那就清楚了 民国四年的 这个银豪 品相还可以 品相还可以 但这个很少见 咱们常见到的 二广东的这个 二十毫的 呃 有民国元年 民国二年 民国三年 民国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这都很常见 十二年 也常见 往十三年 往后 可能少点 但这个民国四年的 是最少的 是最少的 这个价格会高一些 嗯 这俩半圆龙 半圆龙也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这两天 我说到这个半圆龙啊 真的很多 那这个属于啥呀 这个 这个属于啥 这好像是外币 外币 行了 这这 收到的东西 也都让大家看了 呃 等一会儿跟这位朋友 要联系一下了 不然的话 人家也着急啊 毕竟这么多东西 给小爷发过来了 是吧 先给他联系 联系了再说吧 好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小爷 再见